放开我 张立宪万万没想到 炮灰团的人竟敢打上门来 可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他这边刚刚抽出长枪 炮灰团的三人直接拿出手内 迷龙更是个狠人 拿着插销就顶住张立宪的枪管 沉重的气氛似乎要滴出水来 两边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看着对方 眼看场上就要失控 关键时刻 团长龙文章却及时赶到 他一露面顿时就将烦了几人震住 只能乖乖交出手内 还领了最爱吃的大嘴巴子 然而迷龙这满汉却会错了一遍 龙文章就这样将几个炮灰镇压 随后又来到张立宪的面前 嬉皮笑脸的倒完嵌后 转头就想离去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 张立宪见状也想稀释名人 然而何书光这个草包却又开始挑事 毕竟他今天被一顿胖揍 身上的血印还十分明显 行 那咱们明天都会试过去 省得被几个冰渣子打 那么好啊 有脸有安全 备合输光一击 张立宪顿时就上岛 竟然来到龙文章面前耍 可就连炮灰们都没想到 他一个营长静胆拿枪指着龙文章一个团长 龙文章见他给脸不要脸 虽然面上是一脸无奈 但心里也动了几分火气 诶 师父 不得不说论新眼子 800个张立宪都比不过龙文章 形势瞬间逆转 张立宪此时反倒落入下风 可他的家伙如今在龙文章手里 枪顶脑袋下他再不服也只能憋着 我是团长 就算是炮灰团 那也是团长啊 以营队团 权无敬意 忠孝兴气 礼仪廉耻 挂在嘴上 踩在脚底 这一下只是让你们知道 除了于孝钦 这世上还有你们必须敬重的东西 张立宪见嘴上败下阵来又准备动手 这架我打定了 打完我进班房 走 龙团座 你脆牛皮脆果了 以为龙文章又如刚刚是蓄火蒙满 结果于孝钦真的黑着领刀 瞧见自己敬爱的师座安然无恙 张立宪不争气地流了泪 你出什么 我要是死了 你要么冲上去把血不干 要么回家跑到我 探取多无色 抱歉 你那样 于孝钦见龙文章并不灵情 走到他的亲信的跟前 这些都是从小跟着于孝钦的 吃过苦迈过命 于孝钦带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 这些年无赏无法无管制 给他们的只有交错 抱歉 全体关禁闭 禁食 面壁 肚子空了 我都会想多 后来考虑当下正式用人至极 禁闭暂时拈去 每人领得十级军棍 张立宪带头承担主要责任 领得二十级 于孝钦料理完他的部下后 跨步走向龙文章 龙文章护住了自己的脸部 他是真的怕了于孝钦这个阴晴不定的长官 我知道你懂了 没有 你压根无论我是什么办法 是炒鸡蛋的办法 还是炙脚戏的办法 你就回了我就没有 有 没有 于孝钦自杀失败 然后便满缠达地寻找龙文章 为了能够寻求到破敌之策 这个骄傲的将门胡子 竟然当众朝着龙文章跪下 他万分可求胜利 他来这里不是巧合 而是从忌其坡找过来的 你刚看过了 我会穿枪书 我没办法 龙文章有点心虚 他没有正视于孝钦的勇气 也没有扶对方起来的破灭 在这样的局面下 只能选择灰溜溜地离开 骄傲的于孝钦就这样在众命回馈下常规武器 在院外 炒灰们又看到了另一幕反差 好老头送龙文章过来在外头等候 不知怎么的就和唐基一起坐在了于孝钦车后座 两人相对哭泣悲痛万分 一向眼观六路而听八方的唐基 这次是真的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好老头的身上 气氛实在太怪异了